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父亲是吧 做会计的 所以你看他有家学的渊源 就是帮人家算钱 你觉得你的命运是不是就是帮人家算钱 我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我觉得我们更多是讲历史 讲故事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接触了一个同学 他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他是在学1900年一些写诗的人的一些故事的 然后他特别想知道 有没有这个人跟那个人谈过联纳的 因为如果能说明他是跟他谈过联纳 就说明他的脑子被他洗掉了 所以他写诗以后都是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在看的中国这些企业家们 就是跟美国的一两百年之前的 这种第一批摩根就是卡纳基的 这些第一批写家们一样的 洛克菲勒 跟英国的工业革命的三四百年前一样的 他们这些人今天这些来了往往 和这些随着跟随在一起的 当然都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中国的一种脚印 将来历史研究的一些材料 对 你去美国的话 你会见到很多的美国的老建筑 可能是一百五十年前某某某当地首富建起来了 还是英国你去某一个贵族就是捐出来了 对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可能就是 今天这帮企业家有他的教育特别的strong 我们现在都说罗卡菲勒做一个传奇人物 说不定这个传奇人物一百年以后是王剑林 还是是马运 还是是谁 这一帮人太exciting 但是他们在慈善方面做的成就 能够跟那个相比吗 就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了 做慈善你做的不少 但是我们最多 就是不是做数字游戏 你可以说不是算数字 更多我订个标准的 这个标准订完以后 我们再去了解这些人背后的故事 他们是怎么来的 所以如果我问一个路上的老百姓 比如说你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的 它的意义它的代表性 没有我问首富同样的问题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定个标准 然后就是往后去了解这些人的故事 从某一个角度 是你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关键的故事 所以我们是讲故事的 不是讲数字的 说道理的 但是我们的数字是作为我们的核心一个证据 对 所以它这个不是会计而是作假 讲一个故事 还轮不到 当然假如一百年以后 人家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发展 有很多社会学历史学的资料 但是还轮不到那个时候 今天就很有价值了 因为你要是能够讲出一个故事 这个万科跟万达之间的 这些关系 而且还不单是这些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他们跟他们的好朋友的官员之间的关系 他们从跟什么部委 他们跟石油邦的关系 那不是很有价值了吗 今天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啊 我问你啊就是你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你看他中文说的这么好 他又是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富豪的研究 但是他本人呢又是英国人啊 那么你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仇富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在国外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就认为这个贫富差距拉得比较大了以后 那这个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社会了 然后我看最近五年大家都在谈和谐 然后就先一部分富起来 他们要多承担什么企业社会责任 然后都把企业做得稳定做得大的 我们看了这些主题蛮多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虽然贫富差距是被拉大了 但是我没有感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面前的一个问题的 我没有感觉到的 因为我看了这些企业家们 基本上他们是做企业的 他也不是完全乱七八糟花钱的 他们做企业 然后是在建立一个更多的员工的机会 九月机会 他们也是在纳税更重要的 所以你看 所以整体我是 我们在国外挺关心这个问题 但是我没有感觉在国内的这个问题 真正的是目前是最关键的问题的 你看他上次讲起 我们说讲到中国富豪 我就记得他有一个角度很有意思 你看我跟他讲 我说中国人讲 为什么你那个叫杀猪榜 说人怕猪出名猪怕壮 并不一定是说 人怕出名 人出了名以后 我们政府就来整你 不一定的 而是中国人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种 对未知的 对不可预测的事情的一种预感 就觉得你要是有钱 最好别让人知道 就低调一点 因为被人知道之后 总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对一个健康的经济来说的 这种阳光的财富是肯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因为如果你的财富是有一定透明度的 它就是有一定干净的健康的 这个阳光化的财富 阳光化 我觉得对一个健康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你不能所有人都很低调的 我挣了钱 我不跟人家说了 我挣了钱 人家跟我说 我不要把明片给你 比如说你问我是不是企业家怕不怕我 我说 有时候他不给我明片的 就是因为他说 我不要让竞争对手了解我 对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独特的 挣钱的方式 我不想让其他人就了解我 还是也有可能人就觉得 就不要太麻烦了 因为这个会增加麻烦了 你知道就是 但是你说 但是低带企业家的 说手摆了 不管你是中国人 还是英国人 还是哪里人 低带企业家他很自豪 因为他是少数人其中的少数是成功的 这个就因为他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他就按道理应该在他的朋友们圈子里面 很援引说 很援引越丈量越好 因为他成功了 对 他有一种 但是这事有没有炫耀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那天他讲的一点 他说一方面你说中国人很低调 有了钱很低调 不想出名 他说可是如果是低调的话 他买的奢侈品 买的东西 你看在一个外国人的眼里 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 他会觉得你买劳斯莱斯 你买这些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些品牌 这是很高调的行为 不 我 你是这么理解低调和高调 对 我就是手表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因为手表是给人看的 对 你拿的那个手表 如果这个手表是一块一千块钱 还是一千万块钱的 其实是给人看的 但是全球买手表 最多的是谁 是你们中国人 对 绝对 可能是贵的手表 贵的手表 是沾到十万块钱以上的 这个手表 这个市场份额 有可能是达到全球的百分之五十 是中国人买下来的 我问你 英国富豪 英国富豪身上穿满名牌 或者奢侈品吗 他们是 穿牌子的话 就可能是 整装的一些牌子 还是也会喜欢汽车的 但是相对来说 我个人感觉 他不会那么高调去花他的钱 又不会买手表 像中国那样子的 也不会买信车 像中国那样子 但是可能会买老业车 他会很喜欢收藏老业车的 这方面的 艺术品位 艺术品位的成本 会多一点的 但是一步一步来了 这个东西 我们你看古字画的 最近十年的价格 也是上去的特别快了 艺术收藏了 对 所以这些价格都上去的很快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 金正比较小众的 这些艺术作品 但是你上次说 你说这个阳光财富 跟隐形财富 大概是一比三 一比二 尤其是在我们摆布棒上的 我们找到了一位 我们漏掉了最起码 两 但你怎么知道是 找到一位漏掉了两 因为每年我们会新发现人 然后这个新发现的 可能是在一千个人集中的 我们会新发现 一百五十个人左右吧 但这新发现的人是去年 是不是没有资格 打不掉门槛 还是是去年 打到门槛 而我们没有发现的 我们是从这个来分析出来 大概就一比二 我这个误会了 你说的一比二 不是说这一个人 他的阳光部分是 三分之二是不能 而是说 中国就有那么 对 三分之二的有钱的人 你们还不知道 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更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中国 具体来说吧 中国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 比王健林啊 比这些人还有钱 你们不知道 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就有可能会有 比王健林还有钱的人 但是完全是隐形的 政府也不知道 你们也 你们不知道 政府知道不知道 我没法评价 因为各个这样的部门 肯定会知道的吧 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 有没有人比他真的有钱 应该会有的吧 应该是有的吧 那么但是 那么可能这个市场 他还没拿公司上市的 然后按照这个实践点 你说今天这个实践 可能有两三个人 跟他差不太多 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 那么反过来说 上了你们的榜的人 基本上这些钱 就是阳光财富 就是能见光的 这个问题很好 咱们去一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回答徐老师的问题 你刚才是问的什么 我问他就是说 就是你绑上的这些人 他们的财富 是不是都是能见光的 都是阳光财富 他们会不会也有隐形财富 肯定会有的 然后今天之前 我听到了原罪这个概念 对 然后很多 好像是封文发明这个字 拿到企业家权子来用的 然后就很多企业家 其实都带着很多有原罪的 对 第一桶金来的 第一桶金第二桶金 哪怕是后来也有了 但这个到今天位置 基本上已经处理掉了 所以如果 处理掉什么意思 处理掉的意思 就是你该罚款 你都被罚款好了 我接触一个企业家 他很好玩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很严肃的 跟我再说 因为你 我多拿了500万的税 然后我以为他要骂我 他交了500万的税 交了500万的税 我以为他要骂我 然后他后来就是说 其实要感谢你 因为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漏洞 然后我们现在企业做到几亿的 其实它是十多亿的企业 我为了一两八万 我是干嘛 不可能 我是为了这点 淘这笔小钱 就是不会 长远来说 长远来说 规范规范化的 所以很 这个趋势是阳光化的 那你说还有默默无闻的 比首富更有钱的 这些人过着什么生活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做 金融投资这块的 包括也有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陌生的大老板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可能是跟国外和国内去 做贸易这种类型的 因为现在国外对中国的关心 比钱要多得多 我们发现很多 这是一个英国也好 还是美国的总统首相 首相要到中国 就是每一次都要去接触到 中国几位很了不起的企业家们 很难想到的 快快的15年之前 我们大多数的国外的人 我们看你们中国 有点像你们中国 今天看北朝鲜一样的 我们的意思就是 北朝鲜的首富 如果我加入的时候 我们一起明年 做一个北朝鲜富豪榜 那我们北朝鲜首富 应该是谁 金正恩 可能原来是热的 那有可能二把首是谁 二把首是被处决了 所以当我们15年前 我们就看中国 我们会认为 也没有正式的企业家 而就是靠权 靠权力来挣钱 但是现在 我们尤其是从国外 理解中国来看 我们认为中国这些 这一个国家 有非常多的 特别优秀的企业家 你像王建林 他最近的一些动作 其实是打动了很多欧美人的一些思考 他怎么到美国做这些东西 买电影院 买电影院 而把它上市成功 就是美国人都不能做了 我们现在在看阿里巴巴的马运 他就是马运 他自己在把电子上午这样的运作 他不是中国传奇的 而且是全球传奇人物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发现 对中国企业家心向的一种巨大的一种变动 就是在最近几年才发生的 15年前 你们在我们的眼镜下是靠权来挣钱 现在我们完全是认识到 有一些企业家 就是靠他们的大脑子的 你现在你接触很多中国这个顶级富豪 你对他们这个人就接触什么 是不是都非常聪明 你觉得怎么都是人精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感觉这帮人最近没有自我实践太多了 他们基本上 我有时候我会见这些铁匠 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榜人吃饭 每天中午每天晚上 然后就是连续最起码360天其中的340天都有可能 饭局不断 所以不断在大聚会 不断在大就是吃几个人 当然是吃饭交流这种样子的 就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圈子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这些富豪之间来往也很多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们 像你们商学院的大学的 都是聚会很多的企业家们在一起的 尤其是香港的长江商学院的 哎呦那要就我们得觉得烦死 那就天天跟人吃饭 对那个烦死 对啊我感觉是的 对啊 那个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 在进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这一拨人们 像一个小组一样 就王石啊柳传志啊 对对对对 就一群富豪各个穿 拿个五行红旗去捧场 后来都跑到那个波士顿那个马拉松比赛了 碰见爆炸 对挺忙活的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听你们刚才说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仇富仇富啊 穷人当中这个情绪很明显 真的富豪都自我感觉良好 好像也没有感到好 就大家很多崇拜他对不对 像马云这些都感觉良好 但是你有没有总结过他们这些 这些富豪的上下的有没有什么规律教训 他们中间怎么样的情况下会会往下走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怎么往下走 对对怎么会这么轮流 有什么规律没有 我觉得最 整体来说 这个平均都是往上去的 真正的一个接价是往下 就是比较少 因为他们就是能管理自己的财富 当你进入某一个门槛 以后是下去的可能性是 当然是有 你可以全部到澳门去把它花掉了 但是否则的话 否则就是比较难往下走 就是你的股票可能往上往下 这是很正常的 但真正的从 就是一下子就没了 是比较难 更多是你会被其他人超越了 因为不但有新行业出来了 有电视商务的 有娱乐行业的 我们现在看了一个娱乐行业 是上升的特别快的 我们在我们百富邦去年 看几个行业是性能源 也上升的很快的 IT已经说了 还有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它是平均财富在我们榜单的十来个人 平均涨得最快 看了一倍 从政的可能 比方说你认为这些富豪在中国 他们参与政治的可能 跟英国的这些富豪 他们参与那边政治的可能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看很多的全球富豪 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进入到政治方面 我们最有名的世界上 我不说国王的那些阿拉伯的国家的那些国王 本来是不说他们 他是因为政治才有钱 然后而且是像布鲁伯 就是纽约市长 他就是算是一个全球二十大还是三十大企业家 然后就是进入到政治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法国 他们就就是自己不会做政治方面的 但是他们会赚钱到这个他们比较喜欢的某一个党 对 这个这个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中国这些企业家们基本上都要做到 我不说就是都要做到成果人的代表 还是成果政协委员 我们一签名其中有大概一百六十 不到一点点 是成果人的代表还是成果政协委员的 这个比例你算他也参与到政治方面的 你说一千人里边有多少 一百六十 百分之十五到十六个 十六 这个比例我觉得也不低的 他也很高 而且另高于其他职业 对 但是这个身份也是中国比较特色的一个身份 对 他跟你们英国的议员还不是一回事 也不是一回事 但是跟你英国的一个角位 有一点是受到你国家的 太平声思 对 你受到你国家的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的 也不是称号 荣誉的一种身份 一种身份 认可 一种认可 所以如果我这个英国人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女王来给我一个决位身份 那这个就是受到国家的认可 也是在老百姓其中 我算是有一定位子 我是没有的 但是从上来说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中国的 那说你是一个人大代表 还是珍惜为难 也是很高的身份 他对中国认识的很透 就是你看你做出成绩来了 你有成就 国家授予你全国人大代表 也算是某种形式的劳动模范 对 那还有一个 是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些年 你刚才说的捐钱 我想起来了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到中国不是请一些企业家吃饭 裸捐 号召都裸捐 但是后来听说吃了饭的 有些中国富豪出去之后 就是讲 说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事情 说中国的富豪不是说没有慈善的心 但是像他们这样搞 我们不这样搞 你能理解吗 我最近我们是做了一个中国的慈善榜 慈善榜 做了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我关心这个慈善行业 在中国可能很多 我认为有几个大的时刻 这一个大时刻是这个地震 四川的地震 然后那个地震之后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 企业家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地捐钱 然后这是一个大的时刻 然后很多的中央媒体 都在谈讨这个每一个各个地方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在公开场地 我记得第二次大的事 就是法律老年